這件事情的話,當然有幾個方法,你可以用什麼,用函數來做,不過你會發現用內建的函數跟那個把它建立成公式,非常的冗長,而且不好理解 那再來的話呢,比較容易出錯,所以呢,我們現在乾脆就寫VBA好了,那VBA要怎麼寫? 基本上呢,首先的話,我如果今天需求就是說,我希望可以快速的幫我怎麼樣計算呢,這個數字個數的這個全部,並且幫我輸出到這裡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開啟VBA,這個前面講過,第二的話呢,那我們建立什麼,建立一個SARP好了,這個SARP名稱的話,也許叫這個,數字個數好了 那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程式了,當然,最好是自己可以把它打一下,數字個數,SARP,空一個,數字Enter一下 好,它就會產生一個EnterSARP了,那再來的話,我們就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下,工具選項的這個撰寫風格,字稍微把它放大,OK 那再來要怎麼寫,首先的話呢,當然呢,在那個VBA裡面,如果要判斷數字個數的話 不是,判斷那個什麼,它是不是一個數字的話,那我們可以寫一個判斷式,判斷什麼 如果它是不是在什麼,剛剛ASKIKO內碼表,就是在哪裡呢,在,它如果是在哪一個區間之內呢 如果它這個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大於47,有沒有 而且它什麼呢,小於58的話,AND交集嘛,交集是用ANDAND,因為它這個一定會有交集,那表示它就是這個數字 如果是數字的話呢,那我就把那個字,給算1,就把它加起來,那累加累加之後,我就知道說,它到底有幾個數字了 所以,邏輯大概是這樣子,那我怎麼判斷說,它是不是,是不是一個,一個數字呢 所以接下來,如果什麼呢,那如果我想要知道,某個字是不是數字的話呢,那我們可以用VBA裡面的另外一個函數 剛剛是用Call嘛,不過特別注意喔,在VBA裡面,它的名稱不叫那個Call,它叫ASC 作用是一模一樣的,ASC,如果你不知道可以按F1 F1這邊會跳說明,有沒有,ASC就是代表對應字串的第一個字母的字緣碼 欸,實際上就是ASC的內碼表,所以呢,如果我說我今天喔,假如我,如果做一樣的事情好了,假設我今天我先不做邏輯 我先跟大家一樣,我要輸出到儲存格Sales 如果我今天要輸出什麼呢,輸出它的內碼表的話 輸出到B2儲存格,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去給它什麼呢 給它這個,A欄的資料 所以我把這個,Sales的B,把它复制到這裡 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意思說,我把A2的儲存格放到這邊 讓它去判斷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如果寫這樣子 我這個先把它刪掉好了 假設我現在只有寫這樣,執行,你會發現69 有沒有,就跟剛剛一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抓第二個字X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什麼 一樣嘛,把這個剛剛做一樣事情,外面再包一個MID MID MID指的是哪個字嗎 這個字,這個字裡面的第幾個字 痘點第二個字 要抓幾個字,抓一個字 後括弧一下 意思是說我要抓X啦 有沒有,就剛剛一樣嘛 如果我直接輸出了的話 應該是88嘛 有沒有88 那意思類推啊 如果這邊改成3的話 那應該就變成C嘛 C是多少 67 有沒有,所以如果將來喔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有沒有 不斷去變動的話 比如說for I for J好了 for J等於 1到5的話 那我就勢必就可以知道說 它裡面的內碼了 那我再判斷說 如果它的內碼 假如是不是47 到50 47到58裡面的那個範圍的話 那就表示它是一個數字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這邊外面可以寫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呢 if 我跟你講 回圈是for for I 我用for J好了 for J等於什麼 第1到 第5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下一個嘛 然後把這個放在這個中間來 按一個 按一個TAB 然後記得喔 把這個關鍵字 這裡 第幾個字的意思 把它改成J OK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如果改完之後的話 它其實我們實際上並不是說要得 不是把資料丟到 這個儲存格喔 而是說我要拿它來判斷 所以把這個外面呢 改一下 改成什麼 1負 如果呢 我得到的這個 它是什麼 大於47 而且 and 小於 所以再一次喔 這個這個資料 這個得到的結果 如果是小於58 小於58的話 特別都看得懂嗎 這個剛剛得到的結果 大於47 而且呢 那這個的結果 是小於58的話 空一個Zen 然後做什麼 Zen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習慣都先把 頭尾先打出來 做什麼呢 那就是 幫我做一件事情 把 4的 4才會跑裡面嘛 增加一個變數叫counc count 這個是自己取 counc等於什麼呢 counc 加1 加1什麼意思呢 如果4 就是幫我加1 那預設 counc等於0 其實你可以在這個上面你可以再 寫一個counc 預設值 儲存隔 等於什麼呢 等於counc就可以了 OK 好這樣子的話就寫完了 好 那基本上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我算完了 幫我加1加1 有點像是1票2票3票 這個邏輯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把它 判斷一下 那就加1 再來的話呢 直接執行 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如果OK的話呢 那執行你會發現 他裡面 不過因為他 基本上裡面沒有數字 所以counc裡面的值 最後應該是0 所以把0丟到這個裡面 看看 0有沒有 啊可是如果算這個的話 比如說3的話 怎麼改 其實你可以把sales 這邊改成3嗎 這邊改成3 假設說我今天呢 改成第3列的話 就是 有沒有 B3的話 這個是A3 A3 丟到 B3裡面去 看一下結果 執行 有沒有3個 那這個應該0個啦 B5的話 B5的話這邊改5 這邊改5 有沒有 這邊改5 那你可想而知 是不是說將來 執行一下 有沒有兩個 他幫你 不對 為什麼不對呢 因為Nokia 1個2個3個4個5個6個7個字 可是我只有跑幾個字 5個字嗎 那除非說你把它改成 改成1237個嘛 7個的話會不會對 7個7個不對應該8個字 他8個字 所以有8個字的話呢 才會算 幾個字 7個字 7個字那應該數字應該有幾個 2 2 3 4 4個字才對啊 為什麼這 這不對 47到 58 啊 錯了 應該是47 打錯了 47才對啦 要大於47 為什麼會少一個 因為 0 略過了 0是48 OK 所以特別是47到58 他執行一下 那這樣就是4個字 沒錯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第一階段喔 就是先怎麼樣 先做那個算其中一個儲存格就好了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講 如果全部完成的話 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畫面切給各位